利用身边随手可得的植物材料 制作手工罩 手工罩上的颜色多样 就像一张画布 表现出来的视觉艺术 更是令人惊艳 这些精致的手工罩 都是亚外亲手制作 而他平时都待在教室里面 教学生横扫外出 这次利用机会 参加桃园市原民局主办的 创业圆梦 创业精进工作坊课程 开始了解 怎么把精美的商品行销出去 也和其他创业者 交流许多 其实我一直都是傻傻的做 然后想要用自己的力量 来做手工罩的推广 那可是我来上了这个课之后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说 我要怎么去开始定位自己 行销自己 突然一个大哥跟我讲 我们很适合一业结盟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就是出来上课 最大的一个收获 然后再去看看 大家就是怎么去行销自己 讲师强调 和过去辅导部落产业经验 不太一样 这堂课主要讲授原住民创业者 如何利用优势 经营并建立自己的品牌 我会比较强调是在于 如何去在这个行销上面 如何去做市场的定位 然后怎么去给自己的产品 去做定位 那么因为他们具有原住民的血统 所以可以在原住民的文化上面 去添加变成是自己在产品上 定位或形象上面的一个优点 透过加强说故事的能力 创意行销策略 以及文化价值呈现的课程 所有人们希望在产品行销手法上 更上一层楼 记得喜顾许家荣 桃园中立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